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首先看到4月1號這一天 其實是中美還有歐俄上演大國博弈戰 您覺得背靠背的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對決是各懷鬼胎的美歐 誰佔上風呢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記得多留言以及按讚 現在看到中俄頻頻出招 例如說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以及國務院的總理李克強 在1號的時候 就跟歐洲理事會的主席米歇爾 還有歐盟執行委員會的主席范德萊恩 舉行了網路視訊的中歐峰會 各界焦點就放在了俄烏戰爭 向美國主導的歐盟 要如何向大陸施壓 要求北京要保持中立 不要協助俄羅斯 才會被說最重要攸關歐洲 自己利益的改善中歐關係 成為了次要的話題 另外來看到俄羅斯總統普丁 在3月31號 他簽署了一項法律 規定說4月1號起 俄國要停止向不友好的國家 他供應天然氣 除非你這些國家改用盧布來支付 克里姆林宮還說 除了要求用盧布購買天然氣之外 也要考慮怎麼樣呢 對石油 金屬跟化肥等等 其他西方世界很受重要的大宗商品 也要進行類似的要求 果然 我們補充一下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 梅德韋傑夫 他就說俄羅斯 只要向這些友好國家用盧布 跟國家用國家本幣結算的方式 出口糧食 同時俄國也可能會擴大 禁止從西方國家進口商品的名單 可以看到俄國進行金融戰大反攻 中俄更是針對阿富汗議題 戳中了美國的痛處 來看到的是俄羅斯的外長拉夫洛夫 他就痛批你西方國家 應該為阿富汗目前很糟糕的 經濟狀況來負責 應該要積極的支持阿富汗的經濟復甦 他是在大陸參加第三次 阿富汗鄰國部長級會議上說 北約在阿富汗駐軍了20年 結果給阿富汗強加外來的價值觀的實驗 最終是失敗收場的 如今西方世界應該集體 對於今天阿富汗的人道危機的局勢 和糟糕的經濟狀況 負起全權的責任 直接的責任 同時應該承擔的是財政大臣 拉夫羅夫說 美國試圖逃避對阿富汗的責任 包括曾經幫美國人服務 還有正在前往美國 卻被困在中轉國的阿富汗人 然後拉夫羅夫還對美國 凍結了阿富汗中央銀行 70億美元資產的行為 也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他批評美國說 以賠償2001年9月11號 恐怖襲擊受害者家屬為藉口 結果拜登政府下令凍結了 阿富汗中央銀行一半的資產 但是阿富汗人民跟犯罪組織 根本沒有任何關係 拉夫羅夫認為 這就是憤世忌俗的行為 嚴重降低了塔利班政府 可能穩定局勢的可能性 而且直接會導致 阿富汗的軍隊還有執法人員的 反恐能力下降 這邊我們要補充一下 聯合國的秘書長古克雷斯 他也特別說 95%的阿富汗人 是沒有足夠的糧食 沒有足夠的食物 有一些人還要得靠賣孩子 跟賣身體器官來換取食物 所以您覺得美國要不要 除了烏克蘭值得關注之外 也要關注一下阿富汗 另外拉夫羅夫也指控了西方世界 也企圖要把阿富汗 要把烏克蘭變成第二個阿富汗 他說那些試圖把阿富汗 變成世界政治中心的人 現在正試圖 用烏克蘭取代了阿富汗 我們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您也認為拉夫羅夫說的有道理嗎 來聊天室一起互動 另外美國動不動 就說要對塔古來制裁嗎 還嗆說 如果華為公司 繼續在電信領域 對俄羅斯提供的支持 可能就會遭到美國的新制裁 對此俄國外交部發言人 扎哈羅瓦說 西方真的覺得北京會被你嚇唬到嗎 他們不太了解中國歷史 還有中國人民的性格了 他說大陸已經遭遇過一些相關制裁了 所以來看到他們 他是堅守住了他們的主權 粉碎了西方國家的 所謂的政變圖謀 那扎哈羅瓦他還補充說 大陸接受的這些挑戰 應對住了一些制裁 建設了一個強大的 以國民為導向的國家 大白話就是呢 楊潔篪的名言 中國人不吃你這一套 另外呢 扎哈羅瓦他其實也說 北約成員國表現出 對於美國絕對的忠誠 遵循的是美國全面遏制俄國的方針 證實北約有興趣繼續開展軍事的行動 大陸外交部發言趙立金就說 世界是不需要新冷戰 歐洲也不需要新冷戰 作為烏克蘭危機的始作俑者和最大推手 美國主導北約在1999年後的20多年裡 搞了五輪動闊 北約成員國從16個增加為30個 向東推進一千多公里 直敵俄羅斯邊境 一步步將俄羅斯逼到牆角 世界不需要新冷戰 歐洲更不需要新冷戰 烏克蘭危機已經持續一個多月 國際社會絕大多數國家都希望勸和促談 期盼盡快實現停火指戰 北約 理應對自身在歐洲安全問題 以及烏克蘭危機中扮演的角色 進行反思 其實說到了俄羅斯的金融戰出招 普丁他已經簽署了命令 4月1號起 外國購買俄國的天然氣 就必須要用俄國的貨幣蘆布來支付 否則這個合約就會被終止 法國來看到的經濟部長則說 法德兩國可能會正為俄羅斯的氣體 沒有辦法供應而來做準備 那普丁他是透過電視轉播發言 他說呢 他們為了要採購俄羅斯的天然氣 就怎麼樣必須在俄國的銀行開設蘆布的賬戶 從1號起呢 天然氣出貨的支付就得透過這個賬戶 他也說啊 如果沒有支付執行這樣子的支付的話 我們就會視為是買方違約 而且呢 會產生隨之而來的一些後果 那既然沒有人啊 會免費賣任何東西給我們 當然我們也不會做慈善的 換句話說 既有的合約將會停止生效 今天 мной подписан указ который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т правила торговли российским природным газом с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ми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мы предлагаем контрагентам из таких стран понятную и прозрачную схему чтобы приобрест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природный газ они должны открыть рублевые счета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банках именно с этих счетов будет вестись оплата газа поставленного начиная с завтрашнего дня с первого апреля текущего 好英國的金融時報就有報導說 俄羅斯的天然氣工業銀行呢 其實就會成為這一項 措施的授權銀行 另外呢 這個買家就必須要在這家銀行呢 開設特別的賬戶 以便把這些外幣啊 兌換成盧布來進行結算 所以呢普丁的做法 是不是很有藝術呢 根據普丁的一個法令 俄羅斯這個所謂的天然氣公司 就會代表了西方買家來開立賬戶 代替他們來購買盧布 然後呢再把這個現金怎麼樣呢 再把現金轉入到了俄羅斯的天然氣公司的賬戶 所以呢歐洲可以說他還是在制裁啊 因為我用的是歐元來支付啦 但是呢實際俄國收到的就是盧布 因為經過這一個轉換的過程 這個做法呢其實就讓俄國啦 跟歐洲可以各自表述 那普丁的出招可以說是快很準啊 怎麼說呢 其實從2月24號發動軍事的行動之後呢 俄羅斯的確就遭受到西方大規模的制裁 盧布也一度貶值到了空前的低點 150塊兌換一美元那麼低啊 由於歐洲能源是嚴重依賴俄國的 比如說俄羅斯提供了歐盟國家 41%的天然氣 46%的煤炭以及27%的石油 尤其是德國的天然氣的供應達到了55% 非常依賴俄羅斯 因此呢普丁為了反擊西方的制裁能源 當然就是他手中握油的最大的籌碼 但現在在美國壓力下嘛 法國啦德國當然都拒絕所謂俄羅斯 要這個用歐洲國家用盧布來支付天然氣的要求 因為美國壓力很大嘛 說啊這個可能會違反合約等等 無法接受等等的 但是來看到這個呢 還說他是所謂敲詐勒索等等 不過來看到呢最後的時候剛剛不是說 有這一個所謂的下台階嗎 雙方都可以各自表述 但是我們來看看 德國還有法國他們怎麼說的 像這德國的經濟部長 來看到的是哈伯克 他就跟法國的經濟部長呢 勒邁爾在德國首都柏林舉行會談之後呢 他們就有特別說 比如說德國已經為可能狀況來做準備 而且呢可能也要面對的是歐洲 因此可能會供應中斷 因為《法國安方的安全好處》 《法國安方的安全好處》 一句話說下 我們在 Reddit上涉及很多販潰 電気購物里面 其實在為了 有用三個月的銀劃 也要有多少錢 但是在永遠 通常在黃金黃金黃金 而且我所謂在談所議 Mr لوdo opinions je Howard 我告訴 you致贡子官員懷疑 每人都瘴 kept赢 而成價被贏 购聚聚是购聚 這是不 damit更新譯 其实普丁手中握住了筹码 就成功稳住了卢布 很大脸美国总统拜登 在当地时间3月26号 他访问波兰访问的时候 他扬言要把卢布变成瓦利 他说卢布将变成瓦利了 而且俄罗斯经济在未来几年都会减半 当时他还获得了热烈掌声 但是美联社路透社 还有美国政治新闻网Politico 纷纷的提醒现在 卢布不是瓦利 甚至还变成说是叫卢金 3月7号的时候 卢布的确是创下了 这个新低点 看那么高 100多块才能兑换1美元 但是卢布是一路反攻 在俄罗斯宣布天然气 用卢布来结算之后 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 现在包括了在3月31号的时候 卢布再度走高 兑换美元上涨到1美元 兑换83.2卢布左右 4月1号甚至还来到了80.33卢布 创下了新高点 那断气也许欧洲还有一些储备啦 可是天然气的储备 不会太长 我看最多就是10到14天 这个我看不会太长 那不可能说拖到最后一天的啦 那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涨价等等 那欧洲因为很多国家 大概都是多档次啦 我认为一定会有很多的纷乱 会有很多杂音会跑出来啦 所以这件事情值得观察啦 然后另外就是 俄罗斯它的黄金是2300吨 那95%都在境内 都在俄罗斯境内 所以美国封不住啦 美国现在只是说 我不让你用美元交易 所以俄罗斯也很聪明啦 他就说那我来对这个卢布嘛 对啊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才说 现在产生了天然气卢布 那现在又产生了卢金啦 你知道吧 我们说美金 现在有卢金啦 因为卢布要兑换黄金啦 所以这个事情很有趣啦 就在于俄罗斯的黄金锄量 大概是全世界是第五名 那他很认真的在买进黄金 因为他去美元化 而且他一年的生产量 超过400吨 他本身也是黄金的生产国 所以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那2300吨的黄金 大概就价值1400亿美元 所以他手上 这个叫 这个中国那个叫 手上有粮嘛 心里不慌啦 那俄罗斯这个叫 手上有黄金啊 心里不慌 手上有人员 心里不慌 这很大筹码 有点这个 我说这一次 这是大对决 美国既然弄出金融核武嘛 那你就是对决 贸易实体的核武嘛 那对俄罗斯来讲 你欧洲就刚好卡到了嘛 就需要我的能源嘛 就说你如果给他三年 也许他可以解决啦 OK 可是你现在就卡到了 而且现在春天还没结束 还在冷的时候 所以你就是卡到了 而且偏偏就卡到 4月1号就是又要付钱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蛮有趣的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国际政治经济的第一次 我们看到贸易实体 跟金融实体的一个对撞 那欧洲会不会被迫 跳出美元跟欧元的框架 来被迫支付这笔钱 那这个会影响蛮大的 因为这个外溢啊 如果说我在天然气可以得逞 接下来得逞的商品很多啦 因为他有很多东西 别人还要再依赖的 比如说美国的孽也是啊 孽基本上要找替代品比较容易 因为俄罗斯大概占12% OK 你应该说是假肥啦 对 它跟白药罗斯加起来40% 葵花籽油 葵花籽油加起来62% 那台湾的得益的一天 大概吃不到 今天呢要推荐给大家 使用我们这台旺旺水神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好这一台呢 其实非常适合 不论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里头是开门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话 都非常的适合